好吧别动什么什么的都可以都可以 那大家就别做事了好吗 俗话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前两周少女心的许晴阿姨再一次在《花儿与少年》中 和郑上上演撕逼狗血剧 结果再度引发网友的吐槽 不仅许晴骂郑爽的话题刷出3.5亿的阅读 许晴随便一条微博 结果20万评论中大部分都是网友对许晴的不满 随后自己往枪口上撞 和许晴和郑爽都关系微妙的张汉 也发文表达自己对许晴的支持 再一次挑起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旁观者的纷纷讨伐 因为大家对节目中的撕逼情节纷纷表示 太无聊了啦 只看了二十多遍 所以呢会长在这就不暗情重现了 但是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 到底许晴为什么会和郑爽闹不和 许晴和郑爽的前男友张汉 到底有没有什么暧昧的关系 现实中的许晴和郑爽 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为此我们特别采访到了 在春节前就成功爆料教主和爱情的卑鄙 今天结婚的娱乐圈资深人士梁老师 为我们来拔一拔许晴 郑爽张汉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看今天有好戏可看了 梁老师你好 许晴和郑爽到底为什么会闹不和呢 就是许晴跟郑爽在节目里呈现出来的 有些性格在现实生活上面是反的 许晴在生活中真的是那种 俗话说公主并的性格 他在家里四十多岁的人呢 有一柜子都是一种卡通的袜子 然后搭配不同的衣服穿 然后而且他这个人有个习惯 就是特别喜欢买围巾 就是那种国际一线品牌的围巾 小到那种地坛上的围巾 他看到喜欢的漂亮 他就买买一堆家里有一个房间 全是他的围巾 这种事情他特别喜欢 就是那种hello p的贴纸 然后就贴到自己的那种小镜子上 这小女生做的事情 而且他睡觉的时候 他自己一定要抱一个熊 抱一个娃娃熊 他在能睡觉 他其实确实感觉出来有那种肇女心了 反过来郑爽是东北女孩子 而且郑爽年纪很轻嘛 实际上郑爽虽然是在娱乐圈后 他没有经历过什么大冲大浪 无非就原来跟张翰分手的时候 就是闹得满城风雨 而且郑爽的家里面很传统 就是把他保护得很好 所以郑爽自尊心很强 而且郑爽其实是一个很情绪化 很自我的自媒人 郑爽有一次跟张翰不知道 因为什么事情吵架了 正好那天郑爽要参加一个精英节 还是一个什么活动 吵架了 他就完全根本不管你旁边 有没有记者在那拍 他自己在那身嫩气就黑脸 谁都不理 然后找他说话他也不理 然后记者后来对他很不客气 就是第二天发出来的新闻 全是什么郑爽黑脸耍大白 实际上并不是郑爽想耍大白 而且我觉得他们俩这种撕逼的根本原因 其实就是他们这种性格的原因 许行是那种生活上 表现出来是那种柔柔的 对谁就是很温柔会笼络人 但是呢心缘比较多 他对你不爽 或者对你有意见的时候 他不会自己表现 他会笼络周围的人一起来对付你 正爽的是那种东北妹子 直来直往 脾气很暴躁 眼里容不得沙子那种 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说出来 你这种人放在一起天生就搞出来 而且你觉得网上为什么大家真的骂许行 就是说生活里都是不太喜欢这种 感觉很有心情气 而且你宁可喜欢那种偏障一点 情商低一点 加上张汉 张汉又是个情商低的少爷 而且他情商低体现在 他做事说话不进大脑 你看他原来在微博上 跟段子的时候吵架 然后这次出来之后发了几条微博 就是经纪人就很头疼那种 就像陶葛那种 有一次发到微博 跟你讲这些人放在一起 就是真的 你不撕逼都难 他们两个人不和和张汉有关系吗 其实就是当时节目 找曲情 包括找郑爽 为什么这次第二期还来 就是因为上一期有张汉的因素 然后这一期节目组 找郑爽来当导游 本来就是冲着 就是说郑爽 郑爽那个前女友身份去的 然后完全为什么 他最开始还要选紧摩兰 选紧摩兰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两个 荧幕情侣嘛 那本来是他们原计划 是就是照这个话题 炒这两个 一个是前女友 一个是这个绯闻女友 炒这个关系 结果没想到 关班里 都把那个胡怨斌 跟郑爽的事情爆出来了 之后我还专门找一个人打听了 当时他们不是在录歌手吗 然后有一天录完歌手 他们就 胡怨斌跟他经纪人 还有好多人 他们一行 就从那个 就是第二出来 第二出来不是有好多旗杆 每个旗杆 那个时候挂的海报 还挂的不是那个 我是歌手的海报 那个时候挂的 前面那个海报 还挂的是那个江爱 穿越千蝶 上面就有郑爽 当时呢 胡怨斌的经纪人 说的上海话 就给胡怨斌说 意思就是说 那个不是那谁吗 而且之前不是传 网上不是好多郑爽的粉丝 说胡怨斌那个 春节去新加坡 是跟无恙吗 实际上没有 无恙除了以前 有一次去韩国录节目 再也没有出过国 但他不好出来说什么 他就把景伯人 人家这条线给废了 你知道吗 然后所以你看 到后期 你会发现 到后期景伯人 在节目上 在微博宣传上 话题感觉非常弱 就没什么承认的 但是本来一个开始的时候 是要 曹景伯人跟郑爽 已经郑爽跟张汉 前导游的一个 就是这个 他们这条线 之前在录制 《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许晴看张汉的眼神 简直就是韩琴卖卖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有什么暧昧呢 许晴不光是对张汉是这样子 我有身边的 当然男人为主的人 都是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 这个许晴是40多46 做人比较事故 已经就是那种 经历经验比较多 就特别能招男人喜欢 他有办法能够 就是心甘情愿 让男人做任何事情的 那种许晴就是这样 面对男人的时候 他特别有一套自己的技巧 哎呀 这个事情 你好辛苦了 这个事情 理论你就 我简直不行了 你做得好好 我都不会 然后就是那种 很会发嗲在你面前 这种人你知道 就特别抓男人喜欢 就是每次来录节目 他一定会给 就是长沙这边的工作人 带礼物 然后而且他以前 他以前给他自己团队的那些 那些女孩子 每人都买个一个香奶 香奶包包 很早以前拍谢的时候 这个我听说的 他在剧组里面 他给剧组的主要工作人 艺人买了他手机 而且讲到这个送东西 你知道除了许晴 就送东西 景田 郭小冬也是这样的人 就景田上次上 有一次上快本 第一次上快本的时候 那个时候 谢娜都不知道景田是谁 拿着那个台本 还问这个景田是谁啊 那景田那次来录节目 就艺人给他们快乐家族 人手买人手送的一个香奶 那种大包 然后还有郭小冬 郭小冬不是录那个真男吗 所有人录完了就完了 然后前阵子 就是他们剪后期 不是每天冬宵节 郭小冬是唯一一个 买了好多口味虾 买了好多那种吃的 跑到破气机房 去就是去 晚上去慰问这些 这些剪片子的这些导演 所以后来你看到 郭小冬那个镜头也多了 就是这 做人 就是有的人 他就是这样做人的 特别是你上了年纪的人 他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说整个来说 网上大家就觉得 看到他对张翰的眼神 不对实际上 他对所有人都是那样子 而且卫士跟 就是跟他们 他们不分组 卫士跟着他们 那个组的几个摄像 男摄像 对许晴迷得死去活来的 真的是跑前跑后的 而且就是心甘情愿 许晴跟张翰下了节目 关系很近 我有一个朋友在那个地产公司 然后他们去年年中的时候 然后有个项目招商 招商的话需要一个 就是需要用到那个 艺人的照片 他们就连续过许晴 然后价钱呀 时间呀什么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谈崩子的原因是因为 许晴主动提出说 我可以过来 但是我也要带张翰一起 但是他们那个地产公司的 那个老板呢 就年纪比较大 又不关注这些 他就不知道张翰是谁 然后这个最后就本来的盘好 就黄掉了 但通过这个就说明 他们俩的关系 除了就下了节目之后 他们还是走得很近 你想这种 一般就是有这种活动的接活 进钱的事情 他还是会想到对方 听说许晴在圈内 很有地位似吗 许晴的 他的宗外祖父叫熊文青 他是当时湖北省 湖北最后的一个参议长 那当年也是共进会的负责人 还参加过现场农历 而他的姥姥还有几个小姨小姨 都是那个时候的外交官 他妈是总政的 歌舞团的那个队长 然后他爸以前是干嘛 他爸以前是 就是贺荣的警卫员 所以整个他的家世背景 是很有背景的 建国大爷里面的宋 就是宋庆明 这样的角色 不是随随便便谁能演 你说现在的范冰冰啊 张姓宇啊这种人 你再好长得好看 再火 再有话题 你一辈子不可能去演国母 再讲那个许晴的背景 他当年那个 就是加盟华仪的时候 王中军还是王中军 送了他一把 五百万的一个 木头椅子 红木的椅子 就是说你到过华仪来 你做第一把交椅的意思 但是后来 当然华仪里面 乱七八糟的 这种他也走 但主意说明 许晴在这个舆论圈里面 他其实 还是蛮有地位的 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为什么许晴 还是会有负面新闻出来呢 这次不是第一次 他出负面新闻 原来你想他 早年间出过什么 结婚生子 然后什么日本籍 当时传他是日本籍 跟他那个时候 很多年前 有个男朋友有关 他那个时候有个 男朋友叫做刘波 刘波士跟他在 九七年左右 两个人就恋爱了 那这个刘波士 一个很厉害的人 因为他 十四岁就考到 我们大作文系 十四岁 天才般这种感觉 就是上了五大中文系 就跑到北大去 就是读博 而且他是 还是他的老师是谁 他老师是季倩宁 是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孩子 那个时候 而且刘波当时 就手里面有一个文化公司 叫做成城文化 然后这个公司 在九八年的时候上市 当时在国内 是第一个上市的出本公司 后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刘波因为 他上市公司 然后周边还很多公司 就去找银行贷款 做了很多关联交易 担保什么的 欠了银行就四十多个亿 然后还不起了 然后就跑路了 然后当时就被 金融诈骗的这个名义 就把他通缉了 而且你看看 去年14年的时候 网上还查得到 就是去年国家 列了一个 就是红色通缉令的名单 他就是取行 原来那个人没有 刘波还在上面 当时为什么取行 会传说他是 入了日本级呢 因为这个刘波 平板往来日本 他的公司 就是他自己平时 第一站了 没事就老去 包括他这个 刘波出事了 他出了这个金融诈骗的事情 第一时间就跑到日本去了 所以说怎么 我在想后来 为什么就媒体一直传说 许行加了日本级 就肯定是跟他 刘波的这关系是有关的 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级 许行如果是日本级 不可能找他去演宋庆明 就这么简单一个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讲到这里 这还有个八卦 就是刘波 97年到 03年左右 会当时是跟许行在一起 但是刘波 当时还跟另外一个女性 有牵扯 这个事情也是怎么了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是 当时就是刘波 这个金融案出了之后 他就负责跟这条案子 然后他们就去查 刘波的这个 资金去向的时候 发现他在98年的时候 98年左右 曾经给 1000万的陷阱 而且当时还给他 买了一台白色的奔驰 然后好像还有 还有一套房子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查那个资金去向的时候 专门就偿换了 数据的情况 那个时候 就是吓尿了 那种感觉 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就一直 就是跟他 就是在传唤 不笔录啊什么的 一直哭 他说没有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在外面 有什么事情 然后后来是 他自己主动上脚了 这1000万 他把这1000万的窟窿 填上了 然后把那些什么 车啊什么都交了 后来才没他什么事情 最后对于这季花语少年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陈亦涵这个女孩子 不简单 不是真的 就是他才是一个 一定人不可貌相的一个 今天不讲 但是真的 你们要扒 陈亦涵才是真的 值得扒的一个 听完了梁老师的爆料 是不是感觉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知道了一些 不得了的事情呢 在搞清楚了 整个撕逼事件 背后的来龙去脉 以及两个人的真面目之后 我想 大家应该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许晴和郑爽会在节目中 总有这么多的状况了 虽然节目中的撕逼戏码 很是精彩 但是收视率 却赤裸裸的告诉我们 人们还是更加喜欢 真善美的正能量